這個拿手板抗議的場面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都全程各家 都會直播立法院的一些議場內 外 互動 小畫面 全部都會被放大檢視 那比較有趣一點的要請教博物議員 是因為大家就會去看 其實我昨天第一時間我也坦言 每次看到這種巴西有沒有 一起綁上場的時候 我就會想看了一位 他有沒有跟著一起吶喊 因為過去有蠻多經驗的 有些時候是生病 有些時候趴下來休息的 我講黃珊珊啦 他也不用再想了啦 他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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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直在思考 對人家是哪一位 有些時候不一定在 有些時候身體微樣 有些時候趴下來 未必有這麼感覺跟著一起參與 那昨天有喔 昨天有 昨天有拿著看板一起 可是卻又被人拍到 他跟旁邊的洪燦漢等 這個包圍他的綠圍有說有笑 那我想時事評論的張宇軒也很快 他說怎麼會感到意外呢 怡然自得的表情 像旅居在外的旅人啊 因為再熟悉不過 這旅居在外的旅人 我想懂的人就懂 不過你怎麼看 昨天在議場內 白銀在開議的第一天 這樣的一個立場的展現 或者是有沒有哪一些人呢 他在接下來這段期間 他可能必須要來跟著主張 可是又會覺得 有一點渾身不對勁呢 郭議員 先講啦 黃珊珊委員 昨天出現啦 今天還在嗎 不在了 不好意思 他代表柯文哲到美國參加會議了 我比較好奇一點啦 就是民眾黨的立委 在立月應該只有80 他昨天早上在 對 昨天早上在 他今天不在了 對 接下來都不在了 短時間不在了 那立法委員民眾黨應該是80嘛 沒有到80席這麼多 所以少了黃珊珊一個人 不是少了1.80 是少了1.8 比例相當高啊 結果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他還是選擇 代替柯文哲出去參加一些會議 那我只能說這是民眾黨的決定 我們都尊重 但問題是 當黃珊珊離開完之後 民眾黨感覺起來就是一團合氣 都很團結在一起了嗎 我個人也懷疑 要知道黃珊珊委員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現在應該是被停權吧 一個被停權的黨員 代表了民眾黨到國外去參加會議 我不曉得他的本身 民眾黨的這個資格到底符不符合 不要忘記民眾黨裡面 也是有國際事務部的人 也是有他的秘書長等等都有 但是為什麼偏偏就是 黃珊珊委員代替柯文哲出去呢 我覺得當然 想要傳達的含義不言而喻 就是黃珊珊這次出去 代表的不只是民眾黨 他代表的是柯文哲 他才是柯文哲的正統 其他人都是外人 只有他才是柯文哲的好朋友 跟他的家人一樣 所以接下來 民眾黨內部到底會不會有一些糾紛 到底黃國昌黃珊珊能不能夠 和平的相處 我覺得我們後續再看 因為畢竟 兩個太陽是不可能共存的 只有一個太陽能夠笑到最後 可是不管如何 至少我覺得 昨天在立法院的第一站 民眾黨表現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NCC這真的是很好笑啊 我先重申一次喔 NCC是獨立機關 你送什麼禮啊 莫名其妙到幾點啊 你原本來講 NCC是要保持公正中立的態度 所以嚴苛一點的說 他應該是沒有朋友的 他是要把事處理好 對 你居然還要買禮物去送人 好 送禮就算了 還送四萬億這麼快的禮物 這非常的誇張啊 公務人員送禮上限三千元啊 你這位送四萬多 送人家十幾年份啊 我覺得這非常莫名其妙到極點的事情 NCC已經這麼黑了 他居然還敢沿用舊法 來指派翁伯中當NCC的代理主委 要知道在上個會期 立法院已經刪讀通過 NCC組織修正法 已經去讓所謂的親民委員 過渡期延任的條款刪除掉了 所以居然他還敢大啦啦的 直接來到立法院坐在那邊 背襲也好 受到大家的一些歡呼也罷 我覺得這代表賴清德的態度非常明確 就是在這個預算會期 民進黨就是會跟在黨硬幹到底啊 不管你想什麼他根本不在意 我推的人就是我推的人 賴清德的意志就是要貫切到立法院裡面 我相信這個態勢已經非常明顯了 再加上包括了還有那個民進黨的吳思堯委員 還特別一直說哎呀這個 還有2758號這個提案啊 韓國瑜院長都不讓他講啦 他覺得非常的難過 但老實說這些都只是預告了 在接下來立法院的會期 民進黨會持續的打抗中保台這個牌 他不只要貫徹愛清德意志 還會繼續打著在野黨你們都是不愛台灣 只有民進黨是愛台灣的這種形象 所以我只能說接下來這個立法院的預算會期 藍白的確是必須要互相能夠理解 能夠互相能夠合作的 因為對於民進黨這種阿靶的行為 我老實說已經看過太多了 雖然民進黨現在的立法委員 這51席是少數 但很明確的 賴清德根本不甩你這一套 他準備直接採取民眾的活動來反制你 跟之前的青鳥行為是一樣的 這一次不要忘記了 為什麼要塞很多的預算 因為光媒體的宣傳業務的經費暴增 從之前的5億9千萬直接暴增 從之前的8億多到現在直接暴增到快15億 暴增的65%非常的驚人 就表示民進黨他準備利用大外宣大內宣 媒體的聲量來克制立法院 他們民進黨是少數的這種情況 所以接下來不管是國民黨也罷 不管是民眾黨也罷 我覺得在守護民眾的荷包 在處理這些預算法案之外 還必須要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同時要做好向國人報告的論述 要不然民進黨一定會拿來操作 我刪了任何東西 民進黨一定說你不愛國 你看剛剛吳禎已經在預告了 已經在預告他一定這樣子 國防預算他們一定說 你看你們在野黨想刪除他 那一定是你們不愛國 你們都親共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面對挑戰是非常多的 不只要面對民進黨立法委員的挑戰 我們還需要面對民進黨用他的外宣的預算 用了群眾勢力的一些聲量 我們必須要做好準備 不要到時候我們被打得措手不及 讓很多事情明明是對的變成錯的 明明是白的變成黑的 這個對於在野黨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我還是要回應這個卓榮泰 這個院長的一句話 他昨天在那個民進黨這個立法委員的參會當中說 對於即將到來的預算會期 民進黨他們沒有在怕的 我要跟大家講 不只是你民黨沒有在怕 在黨也沒有在怕的好不好 第一次退回中央預算的這個總預算案 已經是第一戰了 接下來只要是你不合情不合理的預算 我相信在黨 全部都會為民眾收好荷包 絕對不會讓你們民黨繼續的為所欲為 好像把預算當作你們自己家的薪水一樣來使用 剛剛其實包含了博弈員或像是我們的老學 就是我們晚會姐都提到 就應該是由幹事長吳四遼講的話 怎麼會由民進黨發言人吳征來講呢 我覺得沒毛病 因為吳征大預言家 他講的話一定會成真 他們也一定會朝上這個路數來前進 而畢竟他過往的一些紀錄都精準預判 所以呢通常是這樣子啊 就是唐祈陽我都看星盤 那吳征我都看政壇 所以他講的話我一定信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他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炭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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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爽高防曬凝露 炭光清爽高防曬凝露